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面好不容易有机会了 那还不得好好的抓住啊 诚意曾经说只要角色需要 不管是什么样的 哪怕是半仇也可以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公司给她的定位是硬汉 硬汉肯定就会比较黑吗 但诚意又是天生的白皮肤 所以她会去晒灯 把自己煞黑 又或者不够黑还会在拍戏的时候涂黑粉 会天天断练肌肉 把自己练状 把自己打造成符合角色的样子 在后面琉璃中饰演私缝的时候 因为是仙侠剧 需要硬汉的样子肯定不行 要瘦一点 穿衣服才会好看 才会仙气飘飘的 也会为了角色减重十几斤 虽然说演仙侠剧要求演员必须要瘦 穿衣服才能仙气飘飘 但是瘦归瘦 她就不会让自己看起来弱 她会在简直的同时 一样天天锻炼 把自己锻炼得非常的有力量感 在别的男星还在因为抱不起一个八十几斤的女演员时 吐槽女演员太重视 她却能够轻轻松松地抱起女演员 还跟女演员说你特别轻 给足了女演员的尊重和自信 哪怕诚意现在看起来那么瘦 胆胸肌腹肌是一样不少 真的做到了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 所以说才会有那么多那么多熟透了的黄心果果 诚意自己虽然网速不快 但是她家里人可一个个都是坐路由器边上的啊 有什么都会发到家庭群里 不然诚意也不会把天猫惊喜夜的黑纱沾粘上了 裤子头光上热搜后 第二天就直接换黑裤子了 现在的诚意穿衣服是裤子是越穿越宽松 哪怕穿个衬衣里面也得套个老头衫 诚意现在的这个样子 在座的各位黄心果果都有责任哦 一个都别想跑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ajj then 呢 ra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大家 ог ans